OK 現在我們到在紀州島非常有名的雪綠茶博物館 然後這邊聽名字就可以知道 這邊都是綠茶的產品 那後面的影片我們在這邊放上來 這邊的原名叫做 Osolo 就是這邊的咖啡聽名稱 那中文就是叫做雪綠茶 它在這邊非常有名 就是像韓國的那個有一個牌子 Innese Free的潤兒還有黎明浩拍的廣告就是在這邊拍的 大球樂園 我們要進去玩 泡泡球 準備進場 我們要玩大球了 而且一定要兩個人一組 好 我們等一下就要從這邊滾下去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從這邊滾下去了 出發 那現在幫我們裝他們這邊的GoPro 對 那影片可能大概會在一個禮拜之後會收到 GoPro裝好了 OK 現在拖起這隻 好 我們進去 進場囉 唉 才剛進來 就 因為軟軟了 好像這邊回應很大 因為是氣小胃是第一次進來的 對 就是怕我們就是 會在裡面 翻滾翻來翻去 亂七八糟 怕大家受傷所以必須把它固定 對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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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他們已經滾下去了 現在就是要等他們上台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找他們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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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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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嗎 壓幹 而且我們現在就是 有點暈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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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裡面一直這樣 我在前滾翻 他在後滾翻 吹咕咕咕咕咕咕咕 哈哈哈 好結束了 非常口暈 然後 這個活動 剛剛三萬三千塊 大概將近要一千塊 那 台灣的價格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打嘛 所以我也不知道價格是怎麼樣 可能差不多吧 對 那我們 GO 下一站 這是來激州島 不知道第幾個海邊了 沒錯 那 每一個海邊就是 我們繞了一圈嘛 那 我覺得 就是不然走哪裡 海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漂亮 OK 跟著我來 這家店真的非常好吃 那如果你要預約的話 剛才有看到那個電話 那 過來看一下 這邊是地址 那接下來我會進入 名片時間 然後如果你需要預約的話 地址的話 沒關係都在這邊搜尋 就看得到 如果你看不懂 美女的名稱 那沒關係 菜單上 這邊都有圖片 那你都可以直接指給老闆看 這樣就行了 反正 如果你不會韓文的話 OK 那麼接下來進入我們的美味佳餚時間 好 我們吃完 要離開了 真的是非常好吃 真的 那離開前 不要忘記這邊有免費的咖啡 可以按一杯來喝 加油 現在來到東門夜市 那白天的話 這邊是一個東門市場 那就跟菜市場一樣 然後這邊 都是現在都關店了 那夜市的部分的話 就是 就看到的這樣子 其實就很小的很小的一段 那這邊 再來是一些美食 OK 開心 跑完的季州島之旅 四天三夜 又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又回到了 季州島 機場 沒錯 那我們就回去囉 然後我非常推薦大家 來季州島玩 這是真的 又覺得這裡真的非常漂亮 好 如果有生之年記得 一定要來玩一次哦 那我們就下一個旅行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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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雪綠茶 在季州島 非常有名的 而且 Innese Free餐廳也是在這 吃的 嘍 下車 我直接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